中山的三角,一个特别尴尬的地方 房价有超乎寻常的镇区 没有太多的企业和人口 主打第一产业为主 第四平坦 全镇最高海拔的三角山 也就只有77米高而已 点心的农作业,养着地 GDP厂值也是残年中山倒数 纯属无名无分的一个落后小镇 估计过多几年中山人都会遗忘的地方 但是历年来的楼下涨幅不定 一直徘徊在8千一万的被动状态 客观的讲 在没有任何支撑的情况下 均价达到1万是很不理性的 有接近70%的价格是由广州、东广的人 强势拉动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这三点 一、北靠广州、领广的概念 二是生态农场 迪鹰湖的自然环境 三是拿地的开发商多 但是开发在售的楼盘很少 都是为了十几二十年后 地方改革 以囤地、圈地为目的的 所以三角的楼是未来在于 产业转型和环境开发 做一个真正的环境优美之乡 如果是考虑退休以后的养老阶段 或许三角还可以做个备选之一 甘需投资的 可以就此路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